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刊影谈 星巴克是一部加拿大喜剧电影 男主大卫一出场便是标准的渣男配置 临近中年的他靠在父亲的店内打工为生 女友吴瓦莱丽意外怀孕 却依然决定离他而去 正在焦头烂额之际 一名律师等门拜访 他带给大卫一个更加意外的消息 原来他竟然已经是533名孩子的生父 其中142名正决定联合对他提起诉讼 原来这533名孩子 正是大卫在20年前的一次迈经行为中所造就 当时的他化名为星巴克 现在这142名孩子要求他 从假名背后走出来面对这一事实 这场官司的突如出现 让他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找来自己的好友助阵 而他本人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慢慢的去接近这些拥有他基因的孩子 在这过程中 他为被孩子们慢慢改变 被塑造 逐渐发现人生的希望 也找到了自己应有的责任感 而女友吴瓦莱丽 最后也回到了他的身边 和他一起迎接 即将到来的第534个孩子 轻松愉快的基调 适度的深情 带给我们除了恰到好处的笑料 更多的是深思与感动 令人彷复的是 片中星巴克原型 是一名加拿大明星公牛的名字 这头公牛曾在20世纪8090年代 通过人工受精 制造了成百上千头的后代 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 再看这部电影 一定会有多一点笑料 但不得不说 由于缺乏相同的环境背景 星巴克的形成条件 在国内完成无法实现 也使得一开始 533个孩子的出现略显突然 而加拿大的电影 缺少美视电影紧凑的风格 由于要叙述大量孩子的生活 显得又有点杂乱无章 好在 总共在每个孩子身上 花的时间并不是太多 为了紧接需要 和孩子在互动中 大卫的转变很快 不过 由于影片开头的铺垫中 大卫始终是一个 性格善良的好男人 他的转变显得并不突兀 而是非常温暖 影片中 大卫曾经面对一个残疾的孩子 护理医生对大卫的表现 给予鼓励 对他说 你做得很好 但大卫内疚地说道 我其实什么也没说 这个细节也从侧面告诉我们 大卫是一个 善用自己的行动 传递情感的男人 他只是在许诺和表达上 比较笨拙 甚至 最后他在面对 自己心爱的女人的请求之时 也并会轻易地开口 而是用绅士的抑吻 来代替承诺 看完电影 再结合现在的社会 让人不禁想到 男人到底有怎样的经历 才能从男孩变成男人呢 如果大卫 没有这533个孩子 大事件的刺激 他依旧是被女友抛弃的 废柴中也有腻男 但实际生活中 又有多少男人 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呢 又有多少男人 会选择像大卫一样 慢慢地去接触这些孩子 而不是选择逃避呢 然而 陪伴始终是忠于一切的东西 不论是家财万贯 还是扑扑托托的家庭 一个孩子需要的 不是最豪华的玩具 而是父母用心的陪伴 这才是为人父母 最大的成就感 也是每个孩子成长中 最宝贵的片段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